说今天这个市场 首先今天这个市场还是一种强控制的一个状态 强控制体现在哪呢 就是指数的小幅下跌 但是结构上面或者稳定人心上面 它一早就把热点抵出去 这个就是一个强控制的一个市场 早上的时候通过几个热点 把指数特别是创业把这边稍微稳住 这是大盘的被控制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通过像锂店这些 像上游的这些资源品 再加上的医药板块 医药板块像卖罪 或者说像药名 再加上的这个育苗股 这样就基本上把大盘控制在 可以调整的幅度有限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 像创业板这些 它反映是翻红 这样就把市场情绪稳定下来 我觉得是今天的第一个控盘技巧 第二个就是今天的成交量 依然是非常大的 这个上午两市的合计成交 有7100多亿 那这样一个成交水平的话 它既可以达到 就是还有能力去制造热点 因为成交量够 第二个它这个量 其实也足够出货 这两个行为 它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就所谓的边拉边测 或者在局部上面的主动杀跌 这样完成一个测退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目前的走势 场内的机构 我解释这个机构不一定是公募 不一定是公募 可能包括其他的一些类型 是在测退当中 公募它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的测退 因为公募它拼的是禁止 第二个公募的持有人 并不是这个市场最重要的收益对象 所以它也不可能享受这个市场的先知先觉 这个听清楚了没有 就是还有那么一些人 凌驾在这个市场之上的 这是比公募更高的这样的一群人 凌驾在这个市场之上的 所以它现在这个成交量 是能够制造出市场的量足够 因为没有显出缩量 第二个它是足够的可以出货 这是目前市场的第二个走势 这个也是维持住指数 放量震荡 但是在板块上面 产生显著差异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是第二块 这个放量是可以做这么两件事 第三一个就是市场 为什么 我刚才问我们主持人讲说 为什么会在这种流动性宽松的背景之下 存在的内部结构这么大的一个差异走势 我觉得这里头就是一方面来讲 它是需要的极致化 极致化会导致市场的追涨杀跌 你如果不是把氛围营造在这么特殊 那谁愿意放弃低风险的去追逐高风险 对吧 它必须让低风险的 你觉得你可以不冒风险的 这个赚到的这种机会彻底给你打量 这样的话呢 它才能够产生所有的资金的转移 或者才能够产生的这个机会和风险的对比 对吧 它不一定能够迫使这些偏好低风险的投资者 转移去做高风险的投资 但是呢 它会使得场内的氛围和舆论的导向 有利益去鼓吹参与这些高风险的投资 对吧 这里头呢 也是七兆八兆的一个关系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蓝筹股呢 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下跌 我觉得这里头呢 具有这种所谓群体效应 就是被妖魔化 被污名化之后的一个共振影响 第二一个呢 它也存在呢 就是上一波的这个炒作 定价扭曲之后的一个价值回馈 我觉得这两个因素呢 是都有的 就是有这种被污名化 妖魔化 被赶进杀卷 这样一种因素 也有在过去的定价里头 就上一轮的定价里头呢 它就是定价扭曲 它就是定价不合理 然后呢 在这一轮的基本面 这个回归当中呢 它这个顺势的回调 我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消费 这种类型 比如说 比如说像海片这种东西 对吧 它在过去的历史里头呢 它也是资金包团 先是有资金的默默的包团 都变成了公募参与包团 到包团到呢 估值水平呢 一再上升 对吧 从二十几倍 三十几倍 四十几倍 五六十倍 七八十倍 等等 它是伴随它的高增长阶段 然后估值水平呢 一致往上拉 那么一旦呢 进入到了它的低增长阶段 然后呢 又没有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的时候 那它的股市水平一定是往下杀 反复的杀 这样的话呢 就呈现出了巨大的一个下调空间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投资者实际上是被洗脑了 就失去了正常的判断 我不是说这些投资者呢 不够水准 而是说人的行为 还是很容易受到这种时代的影响 或者受到一个大周期的 这种定价体系的影响 就当你习惯说 哎 估值水平可以八十倍的时候 其实 人家开始往下放 你会失去知觉 你会失去呢 这种逃避的能力 这是很可怕的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呢 在这份调整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 蓝头骨当中的这种下跌 就是洗脑的结果 那它既是把价值发现出来了 它也是呢 把它的高增长过程呢 这个价值呢 挖掘过头了 然后再往下放 这样往下放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个正常的价值 回归的一个下跌 然后跌到一定程度呢 它会转弱 转弱以后呢 会落沙度 这样的一个下跌 这个呢 还是比较的明显的 比较明显的 那么这里头呢 也代表着这个未来 中国经济 它在增长上面呢 它的一个压力重重 它的一个压力重重 这是这部分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来看呢 就是 A5呢 这次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刃劲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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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